即使在人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 神仍然做非常奇妙施恩的工作 那个恩典神学上叫做一般恩典或者普遍恩典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特殊的恩典 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得到的 我们因为信耶稣所得到的 各位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信耶稣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庸俗 但是也很实际 我们可以想一下 最熟悉的经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信耶稣可以免去灭亡 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 我们得到永生是真实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可能更重要的是 我们得到他的儿子 他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管是谁 只要没有信耶稣 他都处在一种状况之下 这种状况是可悲的 是在神的震怒之下 是危险的 以福所述第二章 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的状况是在死亡中的人 我们需要被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如果你是非基督徒 你现在可能有点confused 我们基督徒讲 我们信耶稣 为要得永生 我们信耶稣 为要得拯救 我们信耶稣 为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信耶稣 为要进入神的国 这几点都是类似的 都是不同的话 来描述同样一件事 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个信息 就是你需要信靠神 信靠神你脱离灾难 死亡灭亡 信靠神你得到永生 信靠神你成为神的儿女 信靠神你能够进到神的国 天国是我们今生就可以经历得到的 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重生得救 免除了上帝的愤怒 我们进到一个美好伟大的国度里面 我们华人喜欢听着什么 我如果信这个神明 我会发财 我如果我信这个神明 我会偿命富贵 我们在台湾 一般民间的人 对于他所信的是什么 并不在意 他们比较看重的是 我拜这个神 这个神让我发财 那我们能不能说 信耶稣你会发财呢 好像也有一些教派 现在很强调这一点 你只要信主 神会给你祝福 我们不能太快地说 这都是成功神学 因为圣经是有这样的应许 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 历代至上下这两卷书 常常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以色列人 如果听神的话 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 如果不听神的话 以下咒诅就会临到 历代至这个观点 表达得非常清楚 只要远离上帝就有灾祸 只要亲近上帝就有福气 在历位纪26章 生命纪28章 也讲了同样的话 有一些社会学家 像Max Weber 德国的社会学家 还有不少人就说 在基督教的文明里面 人类的幸福指数 知识的程度等等 都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相信一件事 如果我们信这位 又真又活的神 一定有祝福的 但是我们也承认 这个祝福表现的形式 不大一样 耶稣讲过相反的话 如果我们信靠主 跟随主 走十字架道路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这是保罗说的话 都要受逼迫 我们信主 应该是幸福快乐的 但我们信主 也会碰到艰难痛苦 我先把答案讲一下 我觉得我看圣经的答案 我们信耶稣 我们主要得到的是平安 心灵的平安 为什么我要强调是平安 是心灵的平安 因为我们信耶稣 是跟神和好 人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不是魔鬼 魔鬼虽然给我们 很多的麻烦 但是魔鬼是一个小角色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 我们需要跟神和好 平安 和好 和平 在圣经里面 没有像拯救这个字 用这么多 但是是一个必要的 我们需要跟神和好 所以我做基督仆人的 劝你们 要与神和好 这是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话 我们要跟神和好 和平 平安 我们能够跟神和好 和平 平安 我们有一种 良心上的安宁 如果我们得罪上帝 远离上帝 我们会遭遇 各样的灾祸 那个灾祸 其中有一个是 风吹树叶的声音 会追着你跑 会叫你害怕 叫你恐怖 应该就在 《立位记》26章 风吹树叶的声音 会追赶着你 那形容的真的很棒 我们害怕 我们恐惧 如果我们信靠 耶稣 如果我们受洗 归入教会 如果我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就有主的平安 我们就有主的平安 心灵的平安为主 不是没有物质方面的 不是没有精神方面的 但是主要的还是心灵的平安 这我们可能不怎么喜欢 我们喜欢物质上的丰富 但是心灵的平安是美好的 这就要想到另外一件事了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圣经为了要我们了解 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 比如说 我们好像神渊子里的葡萄树 无花果树 橄榄树 我们不是树 但是我们好像树 会结出甜美的果子 不妨想一想 你自己生活里面 有没有结出甜蜜的果子来 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又讲出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跟祂的性情相近 表示我们有祂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是神的 或者基督的心腹 我们是耶稣的太太 这是什么意思 这表示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而且我们当中 不可以有第三者 我们是神的学生 我们是被拯救的对象 每一个都有它形容的方式 圣经里还有一个形容的方式 基督徒的生活 好像一个旅程一样 Journey 你们应该看过 如果没有看过 实在应该去看 包括你们的儿女也应该看 就是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我们信主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走一条路 最后走到天家 旧约的时候 这好像什么 好像以色列人 出埃及 走旷野 到流南与密之地 我们基督的生活 有的时候好像在旷野走 大而可畏的旷野 但是耶和华 在那四十年 用我们祖先不认识的玛拿 喂养我们 为要我们学习 人活着 不单靠食物 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你需要学习 你需要学习 依靠上帝的话 这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走得对 我们的生活 好像在旷野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有的时候又像 已经到了 牛奶与密之地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在埃及了 我们也不在旷野了 我们已经进到 牛奶与密之地 我希望弟兄姐妹 对这样的描述 都能阿门 我的生活 是在牛奶与密之中 但是也在旷野之中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还在埃及 我们在做罪恶的奴隶 很辛苦 每个人这三个 可能都有 圣经 尤其旧约圣经 给我们一个印象 好像神的失败是 神不会失败 但是好像是 怎么讲 神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马上就被那个蛇破坏了 神造了一个美好的伊甸园 马上就把人 从伊甸园赶出去了 神拣选了亚伯 亚伯被杀掉了 神拣选了挪亚 挪亚出了方舟 去咒诅自己的小孩 就是你看到 从创世纪里 不要说以后 以色列人的失败了 好像神做什么工作 就被魔鬼破坏 人好像是没有盼望 直到亚伯拉罕出来 亚伯拉罕原来住在 米索泼大米 如果你还记得一点 你以前念的外国史 西洋史 你就知道 米索泼大米 就是两河流域 就是肥鱼越湾 又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形成了一个肥鱼越湾 那是米索泼大米的文明 那是人类文明的开始 最早的 跟埃及一样早 比我们中国早两千年 非常的辉煌 在圣经里说 那个地方是士拿地 最早的文明从那里开始 有八别塔 有高的可以顶天的塔 非常辉煌 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 但是圣经讲 神怜悯亚伯拉罕 约束亚记里面 约束亚回顾这件事 从前亚伯拉罕和他的祖先 在大河那边拜偶像 有一天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呼召这个词很重要 神用呼召 创造了这个世界 神说就是神呼召 创造了这个世界 神用他的话 就是呼召 支持住这个世界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有点像我们学物理的 整个宇宙没有collapse 因为上帝 用他的话语拖住 神用他的话 创造世界 神用他的话 拖住世界 神用他的话 拯救世界 神用他的话 审判世界 也就是用他的呼召 有一天 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 就像耶和华 在人堕落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呼召 你在哪里 就像整个旧约圣经里面 神不断地借着他的先知 对百姓说的话 就是 到我这里来 这个话 到新约的时候 成为肉身 耶稣更是大声地 急呼说 你们中间 口渴地到我这里来 劳苦丹众的 到我这里来 这个话 这个呼召 有效地 临到人心里的时候 他就信主了 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 我们信了主 都是主的呼召 临到我们 不管是用诗歌的形式 圣经的形式 讲道的形式 主的话临到我们 我们听了 我们就跟随了主 亚伯拉罕 他们原来是在大河那边 拜偶像的 神的话临到他 你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到我指示你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伟大的亚伯拉罕 就离弃了他的一切 带着他的财物 往迦南地区 从亚伯拉罕 这个蒙福的人身上 神拣选了一个族类 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成为一个新的民族 这个民族 要显出上帝丰富的恩典 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 有两个东西 一个 我会叫你得一片地 后来这片地被称为 流奶与蜜之地 你离开这里 我叫你到一个地方去 你跟着我 我带领你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我要给你的 地 另外 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 我要给你人 你的子孙 会像天上的星海 边的沙那么多 我们华人今天不太稀罕 甚至很害怕 我们的儿女超过三个 可是那个时候 多子多生是一个福气 于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能说这是神的话 这是圣灵的工作 对亚伯拉罕 对你我都是这样 不管我们闲语不孝 大人小孩 只要我们重生得救了 你都像亚伯拉罕一样 听到神的呼召说 你来跟随我 你来信靠我 我给你 喝了不会再渴 吃了不会再饿的食物 人喝这水还会再渴 人喝我所吃的水 永远不渴 我不知道神跟你的呼召是什么 但是你在教会里 你就是蒙召的人 你就听到上帝的声音 你就跟随了 亚伯拉罕就跟随了 各位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不要以为我在讲几千年前的人 亚伯拉罕就来到了 流奶与蜜之地 这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 亚伯拉罕来到巴勒斯坦 来到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地方 你想 亚伯拉罕在沿路上想 神会给他什么样的地方 各位神如果说我会给你一栋房子 你可以想是什么样的房子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房子 一定有个特点 就是那个房子是没有主人的 才能给你嘛 我觉得圣经上 一句很平常的话 但叫人真是很难过 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 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 那时迦南人住在哪里 上帝说我会给你一块地 结果那个地不是无主之地 那个地是一大堆穷凶恶级的人住在那里的地方 亚伯拉罕不能拿那块地为他的地 因为有人已经住在那里 不是他的地方 根本上帝开的支票就空头了 我是亚伯拉罕 我就回去了 感谢主 亚伯拉罕没有回去 弟兄姐妹 因为你信主的路上也有想回去的时候 求主帮助你 不会回去 你认定主 跟随他 神把这块地方 给亚伯拉罕 我刚刚讲的 以及更多的 四地板用一句话来涵盖 使徒经传第七章第五节 在这地方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各位亚伯拉罕不应该继续信下去的 因为神失信了 神说你来 我给你一块地 结果亚伯拉罕到那里 那个地已经被人占据了 不仅那个地并不肥沃 已经被人占据了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 很多理由亚伯拉罕可以打道回福 不信了 不要跟随主了 亚伯拉罕没有离开 我们感谢主 我也求主保守你 各位不要离开主的家 不要离开主 主给我们的基业是永远美好的 现在可以享受的 你会受气 你会不高兴 神会让你生气 牧师会让你生气 教会会让你生气 当然说老实话 我们也让他们头痛 但是不要离开主 亚伯拉罕没有离开 亚伯拉罕继续在那个地方 神给亚伯拉罕应许 我会给你一块地 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 另外 我会给你人 像天上的新海边的沙那么多 有没有给 有 是怎么给法 我这样说吧 我们跟随我们的主 很多时候真的气得不想信下去了 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很疲倦 不管是我做基督徒或我做牧师 都会有这个情形 各位我们会有的 但是求主保守你 让你能够咬紧牙关也好 凭着上帝的恩典也好 体会到基督的爱也好 你继续信下去 亚伯拉罕怎么蒙神的带领呢 他到了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迦南人在 而且他在那地方碰到饥荒 他就到了埃及 他到埃及避难 很多人说 亚伯拉罕去埃及是不对的 我想未必是这样 耶稣也逃难到埃及国 拿尔米也逃难到异地去 碰到艰难 这个地方活不下 移到别的地方没有不可以 你不要离开神就好了 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 他离开埃及的时候 因祸得福 得了一大堆钱 得了一大堆牛羊 亚伯拉罕就跟罗德分开了 他跟罗德分开了以后 还有很多神给他的祝福 包括他赢了那个四王五王之战 十年以后 在创世纪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话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我会大大的赐福你 各位这句话 今天神还在对我们说 神对我们每个人说 我会大大的赐福你 亚伯拉罕就抱怨了 神啊 你允许我两个东西 土地 结果土地没有 儿子 儿子也没有 他抱怨了 你没有给我儿子 这个我生在我家里的人 就是我的仆人 做我的后裔 耶和华说 不不不 这个人不会做你的后裔 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 然后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教义 用最温和的方式来描述 圣经说 亚伯拉罕就被耶和华 领到外边 亚伯拉罕 你看 多不多啊 多啊 你的子孙将来要这么多 那个最重要的教义是 因信称义 就在这里首先出现 亚伯拉罕 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看过天堂 我们没有看过耶稣 我们信了 这是奇妙的 不信主的人说我们糊涂 我们说我们不糊涂 亚伯拉罕信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然后在那天 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立约 耶和华要继续跟亚伯拉罕有亲密的关系 要实现他的诺言 哎呀 但中间一直都没有实现 亚伯拉罕75岁蒙昭 到99岁 过了24年了 创世纪17章 耶和华跟他显现 耶和华说 明年这个时候 你一定会生一个孩子 撒拉会帮你生一个孩子 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有讲 四章二十节 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给神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保罗说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 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你在创世纪17章看到的 跟罗马书第四章讲的好像相反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说 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 很坚定地相信 创世纪17章说 当耶和华说 明年你老婆会帮你生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笑了 撒拉九十岁了 哪里能生呀 上帝我给你一个台阶下 亚伯拉罕另外有一个儿子 使女生的 愿意使玛丽活在你的面前 耶和华说 不然 你的妻子撒拉会给你生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无可奈何地接受 我的问题还是 创世纪17章讲到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亚伯拉罕听了就苦笑 怎么可能 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说 亚伯拉罕坚定地相信 神应许一定会实现 他的心坚固 各位圣经不会错的 我想创世纪17章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亚伯拉罕的确 信心不坚定了 神啊 我跟随你24年了 虽然你都在开空头支票 这个地方给我 没有给我 我的子孙会很多 也没有子孙很多 反正我还是信你 我就信你 莫名其妙就信你 不 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而已 亚伯拉罕固然有效 圣经上讲说 那一天 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完了话 升上去了 然后 创世纪17章23节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 遵着神的命 给他儿子以什玛利 和家里一切的男子 都行了割离 创世纪17章 上帝再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 说亚伯拉罕 我跟你保证 明年你会有小孩了 跟你保证就是 你要接受我的要求 全家的男丁都要受割离 各位 割离很痛的 神说 我跟你家立约 你们家的男子 当然包括亚伯拉罕 都要受割离 各位 神叫亚伯拉罕 等了25年 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 那一天 神讲完话上生了以后 亚伯拉罕就给全家的男人 包括他自己受割离 我们叫神等多久 我们答应十一奉献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答应好好读经祷告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答应传福音 在教会服事 什么时候开始 哎呀 等我大学毕业吧 等我儿子大学毕业吧 我们一直在等 神叫亚伯拉罕 等了25年 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 给他的儿子以什玛利 和家族里 一切的男子 无论在家里生的 是用银子买的 都行了割离 一天都没有差 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到的 亚伯拉罕的信心 神虽然好像没有实现他的应许 亚伯拉罕却始终信下去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始终信下去 亚伯拉罕在迦南地 漂流来漂流去 包括去过埃及 神给他的钱也很多 祝福也很多 但是还是没有儿子 或者说 莎拉还是不能生 一直到创世纪 二十一章 真的怀孕生了 莎拉九十岁的时候 生儿子 莎拉生下了以撒以后 亚伯拉罕一百岁 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六节 莎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如我一同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莎拉要颅养婴孩呢 神的应许 都是真的吗 你说是真的 又没有实现 你说没有实现 又有一点 我们信主常常也是这样 如果神给我们的祝福 一直都非常多 非常丰富 那很好 我们就会专心地信靠他 如果神不祝福我们 我们很倒霉 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 生意也做不成 婚姻也结果不好 小孩也养得不好 那也很简单 我们就不信了 可是我们常常是在 神有没有祝福我们 有 但是又不太多 神有没有让我们困难 有 但是你正想离开的时候 他要安慰你一下 我们需要不断地有信心 在信徒的家里面 一样有他的问题 一样有他很困难的事情 亚伯拉罕的 这个妻子沙拉 后来要把以什玛利赶出去 和他的妈妈下甲一起赶出去 亚伯拉罕难过 《创世纪》二十二章 我们大概是最熟悉的经文 就是献以撒的事 其实《创世纪》二十一章 也很严重 《创世纪》二十二章 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 《创世纪》二十一章 是神要亚伯拉罕同意 撒拉的话 把他的长子赶出去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 和你的使女忧愁 当撒拉大发虎威的时候 叫亚伯拉罕把夏甲 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的时候 亚伯拉罕当然舍不得 神说 你不必为这两个人担忧 《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那么其实夏甲 和以史玛利的被眷顾 也是很动人的事 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事 上帝很有慈爱 我们蒙了特别的恩典 我们被拯救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重生 非基督没有这些福气 但是非基督还是有世上的弑福 神还是眷顾他们 只是我们有更大的福气 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 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以撒四十岁的时候结婚 六十岁的时候才生了双胞胎 亚伯拉罕等了二十五年 以撒等了二十年 各位姐妹 神应许你 我会给你一个丈夫 二十五年以后 算了算了算了 我自己去找还比较快一点 但是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 当我们想要离开上帝的时候 好像上帝又做了一些事 让我们觉得不能离开 当我们想要好好跟随主的时候 神又做一些事情 我们被打击 二十二章我们都熟悉 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 以撒已经生下来了 而且以撒成为一个童子 大概是可能十七岁以内 亚伯拉罕也有钱 也有儿子 神怎么又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呢 二十二章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你知道他要试验他什么呢 你看底下这句话 你真的会吐血啊 十一节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各位在五经里面 重要的喊话 名字都出现两次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十二节 天使其实就是耶和华 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下面就是你会吐血这句话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身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为什么要吐血 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 是不是够怕他 怕到自己儿子都可以杀 亚伯拉罕把你儿子杀了给我 神要看看 你对我够不够忠心 要你做什么 你都做什么 在约伯纪里面 撒旦对耶和华说 如果你毁掉他的东西 他就不会再敬拜你了 他不会再爱你了 如果有人能够给他更多的东西 他也不会敬拜你了 耶和华居然就像昏君一样 哦这样啊 哦好好好 看看他 你去把他东西拿走 不要拿他的性命 看他对我还忠不忠心 耶和华在这里好像说 亚伯拉罕是不是够畏惧我 以至于我要他杀儿子 他也不敢不杀 亚伯拉罕就在最后千军一法 要杀他儿子的时候 耶和华说 好停 我觉得你是够忠心了 哦 现在我知道你怕我 我们中文圣经翻 现在我知道你敬畏神 敬畏其实就是怕 各位如果你看到这些经文 觉得很愤怒的话 我要提醒一下 神绝对没有不知道的事 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其实这件事情 是让亚伯拉罕学习 他敬畏上帝 他敬畏上帝敢杀自己的儿子 你以为这个问题在哪里 你以为亚伯拉罕杀儿子困难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说 神要亚伯拉罕杀儿子 这个事情太有被常情了 有被伦理了 杀儿子 这个太残酷了 对亚伯拉罕人这不是问题 神要他杀 他会敢杀 他会愿意杀 各位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犯错的 我不希望你会碰到这样的试探 我想耶稣也是不希望我们碰到这样的试探 所以耶稣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试验试探原文是一个 但是试探临到了 亚伯拉罕没有拒绝 亚伯拉罕听到了这样的话 他没有拒绝 他就带着他所爱的以撒 带着他独生子要去杀掉他 亚伯拉罕的困难在哪里 不再杀儿子困难在 如果他把儿子杀了 上帝的应许从哪里实现 在《创世纪》21章 神讲得很清楚 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困难是 如果我现在听神的话 把以撒杀了 以撒不能生儿子 上帝的应许就不实现了 我一定要让上帝的应许实现 所以我是杀还是不杀 我要杀听神的话 但是神的另外一句话 就不能实现了 以撒不能生孩子了 我如果不杀 以撒能生孩子 但是我就违反上帝的话了 这很困难 亚伯拉罕怎么解决这问题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用想象力解决这问题 各位信心不是无知 信心是用脑筋 包括用想象力 根据希伯来书11章说 亚伯拉罕相信 神能使死人复活 如果我杀了这个孩子 神能叫他复活 他还是能结婚生孩子 神没有用这个办法 神没有用叫以撒死 再复活的办法 但是亚伯拉罕是真的有信心 各位信心不是奴隶一般的盲从 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 信心是要思考 甚至要用想象力 哦 神要我杀掉他 那以撒生孩子是怎么实现 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 这很不容易 亚伯拉罕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 你看啊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 神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说 我在这里 到第十一节又来一次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也是我在这里 这是伟大的信心 耶和华被感动了 我指着自己发誓 你行了这个誓 不留下你的独生子 我就指着自己起誓 论福我会吃大福给你 我会将你的子弟多起来 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地上的万国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 我们赶快说一下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 和以撒的儿女吗 是没有错 不过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儿子 最重要的是指着耶稣 次要的是指着我们 我们也是他的儿女 我们也要继续有信心 万国都因为你蒙福 我会赐福给你 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 边的沙那样多 然后创世纪二十二章有一段 非常啰嗦的话 很啰嗦 我还是要读给你 加深你的印象 二十二章第二十节 这事以后 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 密加给你兄弟拿赫 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 他的兄弟是布斯 和亚伯拉罕的父亲基姆利 并积雪哈索 毕达 伊拉 比土利 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生的 拿赫的妾名叫刘玛 生了提巴 迦寒 他侠和玛家 干嘛要记这段话 我在想 亚伯拉罕 献以撒 神保全了以撒的性命 神应许说 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心那么多 因为你听我的话 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像天上心那么多 以撒 他的妻子利百家也不能生 虽然没有他的妈妈那么厉害 二十五年不生 他也是二十年不生 神有给我们以撒 神有给我们恩典 不过好像又不太多 讨厌的是 当你说有恩典的时候 别人的恩典好像更多 我想象 当 亚伯拉罕跟他那个 仍然在米索破大米的兄弟 做见证 哦 兄弟啊 我跟随耶和华 真有福 你看我现在这么多钱 你看 我老婆 我跟你讲 八十九岁的时候怀孕 生了一个孩子 神真是有恩典 他兄弟说 哦 真是有恩典 你跟随这个耶和华 跟了几十年 他给你一个儿子 好棒 Let me tell you how many children we have 我告诉你 我没有跟随你的耶和华 我在这个地方拜我的偶像 我有八个儿子 我的妾又生了四个儿子 我有十二个儿子 你有几个 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讲 这么忠心爱主 跟随神的人 有没有恩典 有恩典 但是没有那么多 就是一个以撒 不但没有那么多 别人很多 那个没有跟随 没有来信 没有背景离乡 没有听从上帝话的人 他有十二个儿子 各位我们不要跟世人比 神给我们的应许 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上面的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是真的 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希伯拉罗十一章十二节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心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就讲到亚伯拉罕一条 因为有信心产生的结果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此在世上 是特别是积极的 希伯拉罗十一章 这些信心伟人 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 我们到底能够得到 多少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这里讲到说 没有得到 存着信心死的 那么 在希伯拉罗十一章 三十三节 他们因这信 得了应许 十三节说 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三三节说 得了应许 然后到三十九节 这些人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到所应许 一章圣经里有三处 讲到不一样的地方 有两处讲没有得到 有一处讲没有得到 到底得到了没有 我想我们的答案是 得到了也还没有得到 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尝过天安滋味 没有有 我们被圣灵感动过 没有有 我们心有没有跟随主 有 主是不信实的 是的 我们有经验过上帝的真实 但是呢 又不太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真需要 有更坚定的信心 希伯来书十一章 讲信心伟人 其实也在讲信心的本质 这话我们听了 应该是吐血 难过还是非常高兴 我觉得是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 存着信心死 并没有得到所应许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不见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 是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我们是盼望一个 永恒的家乡 我们从遥远凭着信心看到 让我们就有坚定的信心 继续走下去 十四节 说这样话的人 就是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家乡需要去找吗 家乡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吗 这里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的家乡 我们永恒的家乡 是在天上 从一个角度来讲 那是我们家乡 我们从那里出来 我们来自上 我们的家乡 不仅是我们的来源 也是我们的目的 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上 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上 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归向上 有的归向某个 我们蒙了神人点 我们归向上 你看这里讲的文字好像有点悲哀 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但是又非常喜乐 我们再找一个家乡 十五节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愿神祝福我们的人 不要回去 不是不回家乡 是不回世界 我们不回这个世界 我们一定跟随主他 我们一定走这条路到底 我们一定彼此扶持地走下去 我们能够走下去 因为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是在天上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我们不太像样 但神不以我们为羞耻 我们倒常常以祂为羞耻 因为祂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所以西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 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平得 就不能完全 所有神的儿女 我们之前我们之后 和我们自己 我们都要完全地得到耶稣 所知我们都不完全 我们在今生得到一些 也很丰富 再一次 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 应该有很多丰富的见证 我们求祖帮助 最后一段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就是创世纪二十四章 我们刚刚创世纪二十二章 做了一个提醒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 神没有恶劣 神不是嫉妒 神要每一个信心的委员 每一个相信上帝的 他的信越来越纯 你把你的儿子杀了 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 其实是亚伯拉罕和基督 一直都在做的事 离开了父母 舍去了儿子 我们不离开父母 我们也孝顺 我们也不舍弃儿子 我们的责任 但是圣经上 就一直提醒我们 神是最伟大的 神是唯一伟大的 什么东西都不能跟他比 你如果不是常常 靠着圣灵经验到神的伟大 居住生活真的很虚伪 包括传道人 那么创世纪 亚伯拉罕生平里面 很多可以讲的 大概22章是最多被人讲的 就是献以撒 其实24章也很精彩 你看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 问题并没有解决 因为神说 从以撒生的才算一个子孙 所以以撒得结婚 以撒的老婆得生孩子 可是以撒好像一直都没有结婚 创世纪24章第一节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都赐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 权业最老的仆人 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 耶和华天地主起誓 不要为我儿子 取得家人地中的名字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取一个妻子 迦南地 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 人是土匪 土地并不肥沃 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凭着感觉 凭着外貌 凭着外在的东西 我们并不能觉得 神有多了不起 我们是凭着信心 我们凡事不凭眼见 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流浪与密之地 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最美好 神要亚伯拉罕往迦南去 他也去了 但是那里的人真是很不好 包括女子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所以亚伯拉罕说 你回到我的老家 帮我取一个女子 这个老仆人 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 马上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仆人对他说 倘若女子不肯到我这个地方来 你要去一个地方说 以撒多么好多么好 你就过来 你连那个人见都没见过 人家怎么来呢 我把以撒带回去给他们看一看 这也很合理吧 亚伯拉罕说的好 亚伯拉罕说 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在主的那里去 因为我意在讲的 我们绝不回到不信的状况 我们在信仰中 在教会生活中 不管有多少的伤害 或者是不愉快 不要回到不信主的状况 耶和华天上的主 曾带领我离开 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的话 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衣 他必差前使者在你前面 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儿子 娶个妻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 就与你无干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 回那里去 再三再三我做 重要的是 不要回到不信的状况 你可以换教会 你可以向神呼诉 但是再重要的是 包括成家立业 不要在我的儿子里去 不可以离开上帝 主人就发了这个事 这个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你去遥远的地方 要找到一个好女孩 可以成为小主人的妻子 但是好女孩怎么可以 连看都没有看过 就过去呢 我们求神预备 他这个仆人 不仅问对问起 也做对事 他就带着十匹骆驼 各样的财物 往你所扑大里去 到了拿贺德城 他去该去的地方 各位你要找一个 好的女人 做你儿子的妻子 你到哪里去找 教会 最好的女人理论上 都在教会 在当时你要找到 一个好女人 在哪里 检查 因为好像到今天 都是这样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些女人 有一个水平 走到井那里去 这个老仆人 她到了水井那里 种女子打水的地方 然后她做最重要的事 她祷告 十二节她说 耶和华我主人 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 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我来队的地方 我到了井边 我带队的东西 十匹骆驼的财物 这里都是女人 但是我怎么知道 哪里是好 她的祷告也很对 她如果说 现在城内的居民 女子都出来打水 求你让我碰到 最漂亮的女人 那个牛肉 也可以看到 但是你说 我要那个心灵最美好的 她怎么看得到 这只有一话赐给我 她说我试着办法就是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平来 丢我水喝 她如果说请喝 我也给你的厕驼喝 因为那女子就做 你所欲敬的 不容易杀不起 我要找到一个 善良的女孩子 碰到一个聪明 又有热心的女孩子 这样我就知道 你伸恩给我主 哇 有的时候神的手很赖 有的时候快就想不到 十五节 话还没有说完 不料利百家 尖头上扛的水平出来 利百家是 迪独立所生的 迪独立是 了伯拉罕的兄弟 拿贺的妻子 密加的儿子 那女子的容貌 极其俊美 还是处女的 未曾有人亲近她 她笑到井旁 打满了水 又上海了 仆人跑上去 迎着她说 求你将 拼你的水 给我一点喝 利百家非常客气 佛祖请喝 他急忙拿下品牌 拖在手上给他喝 女子给他喝了 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酒 就是他很急切的 迫切的 帮助一个老头 然后他主动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喝酒 一个瓶子 放在这个井底下 打上来 倒在草里 再打上来 倒在草里 给十匹骆驼喝 我觉得最少一个钟 利百家就一个人 做了这些事 帮助别人 非常殷勤 不只是帮助 而且用仆人的态度 真是了不起 而这个老人家呢 那人定睛看他 一句话也不说 要晓得耶和娃 是他通道的道路 哦 他看了这么 这个女孩子 做了这么多事 他就在22节 拿一个金环 种半色颗乐 两个金镯 种十色颗乐 给的那名字 然后说 你是谁家的女 你看这个女孩子 虽然聪明 虽然热心帮助 但是也是非常的 腼腆的 那 他说 有地方可以住 那个人老斗子就 26斤 低头向烟花下拜 都没有忘记 要归龙岸的上 都没有忘记 他的祷告 谁听得这么快 要更加感谢 利百家 居然就跑回去 讲 他的哥哥拉班 最贪婪的 看见这些金子金镯 他马上就跑过去 跑到锦旁去了 两个人都在跑 拉班的跑 统统是为了利 这女孩子都跑 统统是为了爱 真是了不起 拉班会说 这些属灵的术语 你这 蒙腰滑赐足的 请进来 为什么站在外面 请你赶快进来 然后拉班 对他好恭敬 因为看到他身上 比较精神 三三节 把饭摆在他面前 叫他吃 他却说 我不吃 等我说明白我的事 英明果决 后来 雅各在这家里 就被耽误了20年 他不被耽误 我要把重要事讲清楚 各位 我们找恰当的时间是对的 但是不要找到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话 没有讲出来 随时能够把最重要事讲出来 这个老婆 他会讲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要把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 使他昌大 又吃他羊群牛群 金银狐壁 骆驼河离 这什么意思 你们家的女儿 嫁到我家 不会吃苦的 我们家的主人 很有钱的 而且 这个主人 就这一个儿子 我主人将一切都给了他 条件这么好 那为什么还没结婚啊 看不上当地的女孩子 我主人叫我起事 不要为我儿子娶家的女子 他说一定有使者 叫你道路通达 我也求主帮主 行善生活的道路 如何通达 当然这也需要我们自己的领域 当然是靠着主的领域 主 我们的主席 先说你嫁过来 不会有问题的 再说 我的主人的儿子 没有结婚 是因为看不上当地 现在 他再说一个称赞的话 称赞自己的老板 称赞老板的儿子 再称赞 你家姑娘的主席 今天到了警团 我就祷告 然后就求主预备一个名字 我话还没有讲完 你的妹妹就出现了 这也很会讲话 四十五节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百家就出来 尖头堂出水平 下到井堂打水平 然后你家的小姐 多么的客气 多么的有礼貌 然后最后拿出上帝的名字来 耶和华 我主要和拉罕的神 引导我走何时不高 该称赞的都称赞了 也拿出耶和华的名字来 说不要耽误 饭都不吃 讲完了 你们要不要把你们 嫁给我 我的小姐 不要的话我现在就走了 拉盘比主力 他们就说好啊好啊 这时候 他就辅足敬拜 然后把精气迎气 该送的送 吃喝一个晚上 第二天 他们想要留他 五十六节 普人说烟化剂赐给我 通常的道路 你们就不要耽误 雅各在这里被耽误 我们正事要做 不要被耽误 我们也很稀奇啊 他们昨天晚上都没有问利百家 这个时候 要问利百家 五十七节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 他就叫了利百家来 问他说 你和这个人同去吗 利百家也真是 金国英雄啊 他们也说 让我倒到三边 让我思想一下 利百家好干脆 我去 很美的一个婚姻 很有智慧的老婆 有一点点不太理想的 也停下 以撒跟利百家 结婚 跟亚伯拉罕没有出息 亚伯拉罕不在 姐经家告诉我们 撒拉死了以后 以撒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 可能有一个原因是 但是我看有一些姐经家讲的 以撒一生都不能够回去 因为他爸爸 哪里倒要杀了 所以妈妈死了 马上就跟老爸分开了 我觉得这讲的合理了 我说这话意思就是 神借着很多事情帮助我们 但有的时候有一些痛苦和艰难 神并没有不能去 不能去 也是正常的 我们蒙福 我们也受获 我们知道主 就是可信 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 你的恩典的慈爱 求主让我们看到 你的宝贵 你的教会的宝贵 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 在你的恩典里 成熟长大 求主让我们在这里面 不要多受伤 更不要伤害别人 求主恩待 治疗我们的伤害 医治我们 让我们健康 谢谢 从耶稣的我们祷告 阿们